那我们来看这些题目呢 就是我们以知什么 一些核 然后去求一些参数的知 我们常见的参数就是我们的首相 我们的公比 还有我们的像数 那我们来看这个地方有哪些 我们是可以去应用的 比如说第一个 说以知数列An式等比数列 前向和机位SN 如果A1等于R 公比Q等于3 问这个使得SN等于R16的像数N等于多少 那么这个地方怎么做呢 OK 那么大家很多时候呢 要根据题目的实际情况 去想我到底用什么方法 就是千万不要就是很多时候 一杆子打到底 什么意思呢 大家可能现在学了这样一个 我们前恩向和公式 然后一拿到这种前恩向和的问题 特别说这地方给了一个说 前恩向和26 然后马上果断 不管3721 马上想到说 我可以去的吗 我可以去套公式算 套公式算 当然是没有问题的 都是完全OK的 比如这套题目 也完全可以套公式来做 对不对 但是有时候你稍微的 怎么样 灵活一点 你想 这个地方的首相是2 公比是3 那么这个地方的SN是26 26很大吗 不是很大吧 首相是3公比 首相是2公比是3的话 这个地方如果去算 多算几项 你会发现 很快会把26怎么给占满 对吧 比如说首相A1是2 那么第二项呢 就是A1乘以Q就是6 对吧 那么第三项呢 就是A1乘以一个Q方 也就是18 对不对 所以地方是2加6加18 也就是什么 也就是26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地方你稍微的算三项 就得到结果 对吧 你是不是算三项 就会得到结果 OK 那么相应的 如果你真的要去套公式 算怎么办 也就是1-Q 1-3分之 2乘以什么 1-3的N次方 等于什么 等于26 你是不是可以这样来算 对吧 那么你可以快速的解 这个方程 就是2乘以他 那么除以他 下面是负2 那么约一下就是什么 就是负1-3的N次方 等于26 对吧 那么左边就是 3-N次方 减1等于26 那么所以呢 3-N次方 减等于什么 等于27 3-N次方等于27的话 那么相应的 可以很快得到N 等于3 也可以 对不对 所以地方只是跟大家说 很多时候 要去多想一想 对吧 因为我们在这一块 特别是等我们后面 讲的同步小班 会给大家讲很多的 关系这种小题的 计算技巧 你会发现 很多的数列小题 其实没有大家想象的 那么复杂 你需要去大规模的计算 都怎么样 可以用一些技巧 快速解决 好 这个 所以之数列AN呢 各项均为正数的 等比数列 它的前N向盒是80 然后前N向中 数值最大的项是54 它的前2N向盒呢 是6560 这个有点大 然后 首项A1呢 等于多少 然后公比Q 等于多少 来 这个地方我们首先 从这样一个方程角度 去分析的话 就是A1和Q 是两个位置数 其实我们这方的N 也是位置数 对吧 但是我们这样 给了三个条件 一个 两个 三个 那么给了三个条件的话 很显然 就是肯定可以 搞定我们的结果 对吧 那么相应的 这个地方 怎么办呢 如果你单纯的 去列方程的话 你肯定可以列出 三个方程 形象和是什么 A1 然后1-Q的N次方 除以什么呢 除以一个 1-Q等于80 对吧 然后前2N向盒呢 就是A1 然后1-Q的2N次方 除以什么 1-Q等于80 等于6560 那么这个地方的最大项 就是A1是什么 乘以Q的N次方 等于什么 对吧 当然我们地方还要去想 因为这个坑神 坑神这地方呢 可能写的稍微有点 稍微有点不太严谨 有没有发现 就是凭啥说 这个前N向当中 就是我们这个 N向是最大的呢 就有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觉得说 一定是DN向最大 对吧 但是一定吗 OK 不一定 但是我们这方 其实可以拿后面 来做一个判断 你想啊 如果这个正数的 等比数据 是一个首相特别大 对吧 然后公比小一 也就是一个D减的数列的话 那么这个前N向和 如果是80 前二N向和 可能是6560吗 不可能吧 就是你这个前N向和 和这个D N加一向到第二N向的话 这个地方 你不可能说 增加那么多 如果你的公比小一 这地方一定是公比的嘛 公比大于 才会后面的嘛 会越来越大 对不对 所以就在这个地方的话 你就可以果断的写一个什么呢 写一个A1 Q等于3等于54 就是前N向当中 这个DN向是最大的 当然你还要小心一点 如果哪天 这套题目变成 这个前二N向和 你会发现 没有那么大 所以不是那么大的 离谱660这样的 那么这时候怎么样呢 你就要小心了 对吧 就是要再想一想 这个地方到底 是不是一个公比大于1 因为会决定于说 这个地方的最大向 到底是第一向 还是我们的第N向 对吧 好 那么接下来怎么解 就大家肯定会面对 这个方程就觉得 哎 守住无措 对吧 这个措辱不及 不知道该怎么弄 怎么办 来 这地方怎么办 OK 好 我们来稍微的说一说 就是碰到这种前N向 和前二N向的和的时候呢 无论是给你这个数值 还是说哪天给你 另外一个条件 说这个前二N向和 是前N向和的多少多少倍 那么很多时候 你可以拿这个式子 去做一个商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现在来看这两个 你可以拿下面处于上面 那么左边是这边处于他 对吧 右边是他处于他 那么他处于他 你会发现 虽然看上去很复杂 但是可以相互削去 这个和这个可以削了 这个和这个可以削了 对吧 一减Q的RN次方 除以一减Q的N次方 会等于什么 一减Q的RN次方 可以去做音式分解 会变成平方套公式 对吧 会变成一个一减Q的N次方 再乘一个一加Q的N次方 那么这个地方 可以把一减Q的N次方 给消掉 那么剩下一加Q的N次方 你就会发现 这两个条件 合并这个世界 是不是瞬间 非常清楚了 对不对 那么这个右边的话 6560除以80 我相信大家算起来 没有什么太大压力吧 等于多少 等于82 对不对 所以它等于82的话 你会发现这个Q等方等于81 那么Q等方等于81 你基本上可以猜出 这个地方的结果 就是Q等于几 就是Q等于81的话 那么这个很显然 由于N是个整数 所以你肯定是要怎么 这个Q要是我们 这个81的一个因数 对吧 那么81很多时候 你可以写什么呢 写成3的四次方 或者变态一点 写什么 顶多再变态一点 写到根号3的八次方 对不对 那么这个地方 就是怎么样呢 你要去稍微的 稍微再算一算 对吧 就是有可能是3的四次方 等于Q等次方 或者根号3的八次方 等于Q等次方 然后相应的 如果是这个情况的话 怎么样 就会是Q等于3 然后N等于4 如果是这个呢 就是Q等于根号3 然后N等于什么 N等于8 对吧 但是到底是哪一个 其实还有个条件 我们没有用到 就是什么 就这个 对吧 A1乘以Q等于四方 等于54的话 如果Q等于3 如果Q等于3 N等于4的话 那么这个地方是 3的三次方 乘以A1等于54 那么A1呢 就等于2 对吧 如果Q等于根号3 N等于什么 8 那么这个地方是什么 这个地方会是A1 乘以个根号3的七次方 等于54 对吧 那么这个地方 我们的什么呢 A等于4 根号3的七次方 可以写成一个 27倍的根号3 那么27倍的根号3 乘以A1等于54 那么A1呢 就等于根号3分之2 那么就是3分之2 的根号3 那么这个时候 你还需要去验证一下 就是因为你想 毕竟如果N等于8的话 那么把整个都拉长了 对吧 总共是8项 那么这8项加起来 很有可能就超过80 对啊 这8项加起来 很有可能就超过80 但是如果总共是4项的话 怎么样 就有可能的 不超过80 对吧 前4项和 OK 所以这方怎么样呢 大家还要怎么 还要去好好的 OK 再想想 所以最后其实应该可以 确定一下的话 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这方的 A等于2 那么Q呢 Q等于3 对不对 好 好的 我们来看看后面 继续啊 就这个题目呢 这样的题 还是有点难度 但是其实我想 刚才前面 我们已经在一些地方 提醒过大家了 大家应该作证 还是比较轻松加ezy的 第一个说 以致数量 AN的前向和 SN等于3能4 要求通向AN等于多少 那么这个地方的第二个是说 以致等比数量 AN的前向和SN等于这个 那么要求X等于多少 那么这样的题 其实考察都是一点 都是什么呢 就是大家对于我们这个等比数量的前 N上和是否足够的了解 所以说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这个地方第三个 大家有没有发现 这个地方描述的时候 非常的严谨 就是第三个是说是个数列 但是它到底是等比等差 你并不知道 对吧 那么第四个描述 就直接说是个等比数列 那么所以在这块球节的时候 你千万不要把第三个 直接当作等比去算 而如果你把第三个 当作等比去算的话 你就会发现自己悲剧了 那么第三个 其实它不是个等比数列 来 由SN求AN这个地方 大家应该补陌生吧 怎么瞧啊 AN等于 SN-SN-1 然后N大于等于2 然后SE 然后N等于1 是不是就这样搞定了 对吧 那我们还强调过就是 如果能合并 那么再去合并 不能合并就作废 对吧 那么地方能不能合并呢 首先SE等于什么 SE等于 三的一次方就是等于3 对吧 那么这个SN-SN-1呢 就是3的N次方 减去3的N-1次方 会等于什么呢 可以把这方的3的N-1次方 提出来就是 2乘以3的N-1次方 所以你会发现 我们这个N大于等于2的时候 是2乘以3的N-1次方 N等于的时候呢 是3 很显然这个地方 没法合并吧 所以啊 就是A1的值 不符合我们 N大于等于2的时候值 对吧 你把一往里面带的话 是2乘以3的0次方 也就是2 和我们这方的3是不行的 所以你就会发现 这个数列本身 并不是一个等比数列 如果你要说的话 应该是它从第二项开始 对吧 第二项我们这个地方是 第三项呢 是我们的6 它从第二项开始 会是个等比 但是如果整个数列 就不是等比数列 OK 好 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第四个 第四个的话 说它是个等比数列 那么问这个地方 X的值是多少 那么这个地方的方法 有很多 有简单的 也有复杂的 我们先来讲一个简单的 不知道大家 看一看大家能不能看明白 我们还是从这个地方的 等比数列的前N向和公式 去入手 来 SN等于什么呢 SN等于1-Q分之A1 乘以一个1-Q的N次方 好 我们现在把它展开 那么展开的话 就是A1除以1-Q 简缺什么 A1除以1-Q 然后乘以一个Q的N次方 注意啊 就类似于我们再去看待 等差数列的前向和的时候 我们会怎么样呢 把它看作是一个二次函数 那么它那个地方 满足的特点 会是一个常数像是0 对吧 如果你把它看作 二次函数 常数像是0 那么对于我们这一方 等比来说 它也会有一定的特点 注意 你如果把这个地方的 Q的N次方保留不动 那么你会发现 它的系数和这个常数呢 相加为0 注意啊 Q的N次方的系数 就是负1-Q分之A1 那么这个常数是1-Q分之A1 你会发现它们相加为0 对不对 所以如果我们套用到 我们的第四题的话 你会发现可以直接秒杀 什么意思呢 首先你要把这个地方 寻找出一个Q的N次方 对吧 就这个地方是一个3的N次方 很显然是不够的 你要把它补成一个3的N次方 那么补成3的N次方的话 就是3分之X 乘以3的N次方 然后减6分之1 对不对 那么好了 这个地方的话 把它看作Q的N次方 那么它前面的系数是3分之X 那么这个常数是负6分之1 那么所以这样的话怎么办呢 就是相加为0 对吧 也就是3分之X加上负6分之1等于0 所以呢会得到X等于什么 X等于2分之1 所以答案选C 这是一步到位 对吧 而且你能够从这个特点看出 为什么这个家伙不是等比数列 你会发现对于这个家伙来说 如果它的前向盒是3的N次方的话 它的Q的N次方前面系数是1 它的常数为0 所以它就不是个等比数列 对吧 如果它要是个等比数列的话 它的前向盒应该变成3的N次方 减1 这样的话前面系数是1 这面系数是-1 是不是就OK了 对吧 那么所以这一块呢 就是要观察我们这个地方的什么 这个地方的形式 那么可能有同会说 老师如果不知道这个怎么办呢 也能做 那么这个地方怎么办呢 就是我们要从它的通向去入手 注意 它给你的是前N向盒 对吧 我们要从它的通向入手 那么从它的通向怎么来入手呢 就是还是先要拿它的前向盒 求它的通向公式 也就是AN等于什么 SN-SN-1 然后SE 对吧 N大一点二 然后N等于1 对吧 那么好 SN-SN-1的话 这个地方就带路计算了 就会是一个 X乘以3的N-3 然后-6分之1 减去 X乘以3的N-2 二次方再-6分之1 那么你会发现这些方的 减6分之1和减6分之1 就直接怎么 直接越掉了 对吧 那么剩下的是 X乘以3的N-1次方 然后-去X乘以3的N-2次方 对不对 那么往里面带路画 就画减一下就是什么 就是 可以把X乘以3的N-2次方 拿出来就是什么 就是3-1就是R 所以会变成这个 对吧 那么A怎么办呢 A1会等于S1 那么往里面带路计算 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这个地方 X乘以3的0次方 然后再-6分之1 也就是X-6分之1 OK 那么我们这方要求 它是个等比数列的话 那么就意味着 我们这个地方的A1的值 注意 A1的值 是不是要和这个地方的 N-2的时候 是完全一样的 也就是说 你如果把这个N等于1 往上面带 你得到这个结果 应该是要和这个地方 是完全一样 对不对 这样的话 才能够把它合并 那么就是一个等比数列 OK吗 那么把这个N等于 往这里带的话 就是一个RX乘以什么 3的非方 也就是3分之2X 对吧 所以会是一个 X-6分之1 等于3分之2X的话 那么就会什么呢 就是3分之X等于6分之1 那么X就等于2分之1 也是完全一样答案选C 对吧 所以这一块的话 就是这样的一个小点 它可能忌讳说 在我们第三种题目当中 是一个一错点来考察 那么还有可能会在我们的第四 就是第四题这种地方 是以这一个性质 去考察大家 OK 反正就是两种方法 那么你根据自己的情况 就选择一种就OK了 好的 我们来往后面继续看 来这个地方 说以至等比数的AN 它的倾向是SN 那么S3等于7分A1 要求我们这个地方的公比Q 等于多少 来这个地方怎么做 这地方怎么做 S3等于7分A1 怎么办 注意啊 这地方要求公比Q 那么这条题目 其实本身并没有什么猜答能度 你就怎么 你就直接带路公式 是不是就可以了 对不对 但是这地方带路公式的话 你到底是带路哪一个呢 有些人可能会想 我可以怎么 我可以带路这个 A1乘一个1-Q分之1-Q的立方 然后等于7倍A1 那么可以把A1给约掉 因为A1不可能等于0 但是他带完以后 他会发现他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我这个不知道该怎么化解 他会不知道该怎么化解 那么这个地方怎么办 怎么办 这地方 不知道该怎么化解 要办 OK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还是我们前面和 就是类似的地方 就是我们这个立体2的 第一小题是一样的 就如果这地方只是说前三项 你有必要说写的那么复杂公式吗 不需要吧 就是你这个前三项 你是不是直接A1加A2加A3就可以了 对不对 那么A1加A2加A3的话 那么就是一个A1 然后加上A1乘以Q 然后再加上A1乘以Q方 那么等于7被A1 是不是就OK了 你同样把A1约掉 那么会变成Q方 加上Q 然后加上什么 加上1 然后等于什么 等于7 对吧 所以你就会发现 我们这个地方只需要几个 一元二次方程 是不是就OK了 其实这个式子拿它来变换 也没有问题 只不过很多同学都不知道 或者已经忘记了 我们的立方差公式等于多少 A-Q立方会等于1-Q 乘一个1加Q方加Q 对吧 那么把1-Q约掉 就是这个结果 那么这方解这个方程 是不是非常简单 就是Q方加Q 然后-6等于0 所以Q等于-3 或者是2 对吧 所以这一块呢 就是我们稍微的 就很多时候这个公式呢 要去灵活应用 就并不是说 给了大家一个 请想的公式 那么每道题 但凡涉及到这种什么 前多少上合的条件 就都把公式带进去 带进去你会发现 有的时候 如果你这个 很冷变形的方法 真忘记的话 就真没法弄 好的 那么咱们这一节课呢 讲的这方 各位同学 我们下节课再见